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有一個平面 它通過124 而且在第一掛線 就是說 SYZ的正向上 交三坐標走於ABC 也就是說這個 SYZ 交以這些點的話,它坐標都是正的 坐標都是正的 好 好,如果O的話是連點 則四面體 就是這個四面體 這個O 那ABC體積最小只是多少 好,那怎麼做 因為這個結局我叫做A 這一點的坐標就是A00 這個叫A 這個叫B Y結局是B 這個Z結局是C 那我把它寫成結局式 這個平面1 這個平面方式我把它寫成結局式 A分之X 加上B分之Y 加上 C分之G 等於1 然後這個平面 然後這個平面它又通過124 所以我就把124帶進去 滿足這個方式 也就是說 A分之1 加B分之2 加C分之4 等於1 然後現在D小提 然後現在D小提 他問說 這個面積的話呢 最小多少 我們知道這個面積的話 沒有體積 他說體積 他說這個 四面體的體積 最小是多少 我們知道這個四面體的體積 等於6分之ABC 為什麼 這個是一個 錐體 三角錐 這三角錐的體積 就是等於3分之1多少 底面積 底面積就A乘B除以2 A乘B除以2 這底面積 再乘以的話 乘以那個高 就是 那個 那個圓柱體的3分之1 圓柱體就是底面積乘以高 高的話是C 所以這是等於6分之1ABC 他要求這個的 最小值 4 現在怎麼做 那我就用那個 算幾不等4 3分之 1 加上2 2 加上4 4 大於 等於 開三次方 然後這三個相乘 我叫ABC 8 然後呢 這個是1嘛 所以這等於3分之1 那我兩邊給它三次方 我是27分之1 大於等於 ABC分之8 所以我就想著 我把這乘過去 把這乘過來 ABC 大於等於 27 乘以8 所以它那個體積 V 就等於6分之1ABC 大於等於多少 把它除以6 6分之27 乘以8 23得6 24得8 313 3927 36 也就是說 它最小值 體積最小值是36 體積最小值36 這個時候它的方程是多少 這個時候 什麼時候等號成立呢 就是這三個相等的時候等號成立 我叫做A分之1 加上 B分之2 A分之2 A分之1 等於B分之2 等於C分之3 C分之4 這個時候等號成立 好,那我就令它叫做K 那這個是K,這個K是K 我就想得 3K等於1 3K等於1的話 K就等於3分之1 可是這個是3分之1 A就等於多少呢 A的話就等於3 A的話就等於3 那B呢 B的話是等於6 B的話是等於6 A等於3嘛 B等於6 C呢 C等於12 所以這個平面方程式 就是什麼呢 就是3分之x 加上 B的話 B的話是6分之y 加上 12分之1 等於1 這個是 第二個問 那這個就是第1小題 好,再來它 問第2小題 問第2小題它是說 OA加 OB加 OC的最小值 那就是 A加B加C的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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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用算起不等式 3分之3 A加B加C大於等於多少 根號 A加B加C 開三次方 好,那我們曉得 A加C大於等於多少 根號 這個時候的話 這個是大於等於多少 大於等於 開三次方 開三次方 27乘以8 這開三次方是3 開三次方是2 32的6 A加B加C 好,那所以 A加B加C 大於等於多少 大於等於18 這是第2小題 第2小題是18 第1小題的話 第1個問是36 第2個問是這個